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战报 重新移到1.1 方目线回破门 丁结版品 到联系轮不上50% 75% 100% Bind 002776 FD5C 播放模式 Chromials 分辨率 1920x 1080 视频 狂高 848x 480年量 50% 视频 协议 HTTPS CDNABD 63 C5D5 EDCA 113749 B0377 B1 EC9CBD 6F V SMT CDNS COM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3日15.40分10秒 播放流水1B4D1A 086 V73 1524 B94 D346 2802F434870 2001 本地日识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 战报 重新移到1.1 方目线回破门 丁结版品 大连七轮不上 按住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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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小窗 XWINDOW DATA VIDE OARR PUSH VIDE 1002776 FD5C IMJ HTTP INOOS GTIMG.COM NEWS APP LS 0498 93190246404800 视频 战报 重新移到1.1 方目线回破门 丁结版品 大连七轮不上 时长约1分33秒 腾讯体育8月25日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 2018赛季中超联赛 第20轮重庆思维主场1比1诈评大连一方 目线回帮助客队率先攻破球门 丁结帮助主队颁平比分 在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重庆思维主教练小克鲁伊夫对占尽优势的情况下 并没有能够取得胜利感到失望 不过对于三名有二三球员提前出场 和所做出的努力感到满意 在点凭本场比赛比分的时候 首先克鲁伊夫感到的是失望 在这个比赛打完之后 我内心的感受是有一些失望 尤其是看到这样一个比分 因为我认为校半时比赛提的非常出色 按照这样的情况 我们应该是百分百可以赢下这场比赛的 我们创造的进球机会 比之前的比赛都要多 我们的表现也一场比 一场要好 随着这场比赛占尽优势所带来的信心 小克鲁伊夫也坚信球队的胜利一定会很快到来 我也坚信在接下来的比赛 我们的运气和更多的进球一定会到来 我们也会用更多的进球 赢得更多的胜利 在克鲁伊夫看来 球队下班时比上班时表现更出色 从第46分钟到比赛结束 一直掌控了比赛 再次我也想借此机会 想对球迷和支持我们的人说一声感谢 球队和球员都受到了非常多的鼓舞 我也感谢球员展现出来的态度 如果我们接下来比赛都像我们今天下班时这样踢的话 我们一定会赢得比赛的 在一场关键的六分战中 没有拿到三分 但小克鲁伊夫依然对宝级充满信心 我不认为宝级形势恶化了 我们会继续战斗下去 接下来是要向前看 继续去完善我们不足的地方 巩固我们表现好的地方 相信会实现我们的目标 事实上我们今天获得了很多很多进球的机会 让对方的门将非常忙碌 上班时我们0比0的时候 提中门注的那个机会 如果我们当时1比0领先的话 结果也会不一样 我相信我们继续务力下去的话 好约会到来的 今天的比赛 球队反攻的号角从下班时开场 时U23球员野聪要的登场开始 对于这名球员 小克鲁伊夫也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对我来说 野聪要是一名战术执行力 纪律性很强的队员 非常努力认真的小伙子 他的跑倍也很出色 他还很年轻 也有很多空间去成长 而下班时很早开始 球队的三名U23球员 同时出现在场上 克鲁伊夫则认为年轻球员都配得上自己出场的时间 也是回答三个U23队员 值得上场的队员 都配得上他们上场的分钟数 我也是对我们年轻球员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卡尔德克因伤被替换下场 小克鲁伊夫则希望球员的伤势不太严重 卡尔德克的伤势 我希望他这个不严重 需要等待的检查的结果 我也衷心希望他能够赶上下一场比赛 大二 就是够计判的